西豚這邊的話有在地的三間店來介紹給大家 所以算是一個台中的下午茶套餐 走囉 美食麻糬 來吃吃看吧 哇 在地才有的差異 米其林奶茶 聽說是米其林主廚推薦過良心的 直接是整個的立體茶包耶 荔枝耶 它是荔枝 它你那個咬下去它會爆開 它裡面有放花旗參 哇 我沒有誇張 這個不可誇獎講 你喝 哈玉壽司 永遠都是在排隊的人潮 喔高麗菜壽司耶 好便宜喔 哈壽司這樣子三個才35塊 這樣子這麼多壽司再加這個 才100多耶 100粗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德瑞克 對 今天一樣我們來到台中 然後這次我們拍點不一樣的 我們來到台中這邊應該是 西屯這邊的話有在地的三間店 來介紹給大家 那我們網路上找了一個是 在地的這個很有名的一個叫阿玉壽司 我那每次都排隊排照 但是沒吃過等一下來拍拍看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們在地人推薦 一個強推的 它是在地才有的茶飲 就是它的茶都是那種有得過獎的茶 我看網路上是有推薦說它的紅茶 跟它的有一個米其林奶茶 聽說是米其林主廚推薦過良心的 那再來的話另外一間是 這邊現場有一個賣那個麻糬的 所以算是一個台中的下午茶套餐 走囉 禮寂麻糬 來吃吃看吧 買到了 買到了 很重 很重喔 扎實啊 好我們買了然後直接去 配那個在地人的強推的冠軍茶來喝 我們到了在地的 貓頭鷹茶生理 然後這一間茶是老闆的哥哥自己 從南投魚池江種 簡單講就是第一名的紅茶 你說喝到這個就是喝到米其林喔 好我們也是二星米其林的紅茶來喝喝看 好多人喔下午就人那麼多了 我們要點一個這個 這是它冬天聽說很有名的 花旗生龍眼乾枸杞紅棗 哇這個給女生喝一定超棒 米其林奶茶 米其林的21號紅玉米其林主廚 零件兩顆心 哇雞好怪 我們先來吃吃看 哇啦 漂亮喔 其實它做得很 每一個它手工的 但是每一個的大小都做得很好 QQ的 不亞關要打馬 就吃下去吧 看一下 它裡面是要什麼 紅刀喔 它的招牌是紅豆 沒有它是紅豆加一個芝麻 雙料喔 很彈耶 很彈耶 它的麻糬的皮比較沒有像北部這麼厚 它的芝麻香味跟上面的花生粉香 在地老店好對不對 你看這一個 這個你猜猜它是什麼 這個是荔枝耶 它是荔枝 它是荔枝 它你那個咬下去它會爆開 然後底下是水蜜桃的冰沙 在地人強推 我剛才有偷喝超好喝 這個真的很好喝 這個這個我個人真的是強推這一杯 身為一個紅茶王子又出現了 一定要長遍各地的紅茶 我告訴你這一家的紅茶是老闆 對我剛才講的米其林主廚推薦的 你自己看喔 你看它紅茶裡面有一個立體茶包耶 直接是整個的立體茶包耶 超讚的 我們就來喝喝看吧 喔 我跟大家講一下它紅茶厲害在哪裡 我覺得它適合做微糖 它喝下去的感覺它不會有那種就是 一般紅茶店他們的紅茶都會有一種苦苦澀澀的 它是完全把那個澀味去除掉以後 剩下的就只有紅茶的那種果香的香 然後它加上一點點微甜就變得有點像是 有點像它已經偏到有點類似快要變伯爵 但是它又有它又是維持紅茶的香味 這個真的好像我沒有誇張 好有層次 真的是有層次的紅茶 難怪 其實老實講 它一杯紅茶賣的不便宜喔 它一杯紅茶最便宜是45塊喔 在一般來講算貴喔 可是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我喜歡喝茶的人 覺得這種茶真的好喝 米其林奶茶 喔對 這個這個這個 超特別的台中西屯區限定 米其林主廚推薦的米其林奶茶 米其林奶茶 60塊就是讓你吃米其林 60塊吃米其林來 帶你吃米其林 喔 不不不等一下 等一下 怎樣怎樣 哇 我沒有誇張 這個不浮誇才講 你喝 你先喝我看你的表情 欸 嘿嘿嘿嘿 是不是 你會想要再喝第二口才講 其實我們兩個 因為現在在減肥 我們比較不喝糖的東西 但是這個我跟大家講 它喝下去第一口 第一口你沒有感覺到茶的味道 第一口你感覺到你是喝了一個很濃很濃的鮮奶 哇好好喝喔 啊我知道了 沒有巧克力的提阿米酥融化以後 這杯我覺得很厲害 我覺得它可以咬打很多台北的奶茶店 你知道要怎麼比 五茶蘭濃縮成三杯以後就是這個味道 你喝喝看 你喝喝看 我們想要看你的表情 是不是你很想再喝第二口才想說再講一次 再講它的口感 是不是你很想再喝第二口才想說再講一次 很難很難講齁 很難講齁 很難講但是 濃到你很不難相信它怎麼會這麼濃 對 對 瞭解 我甚至想不到 對對對 我跟你也一樣 我喝過那麼多也不知道怎麼去形容這個東西 超屌的 超屌的 欸你看這個是他們最新的養顏美容茶 你看超真材質料 它那個茶包你要不要用手拿 很燙耶 很燙吧 它裡面有放花旗參 花旗參是很補氣的 然後還有就是紅棗 木耳 這個對女生超好的 這一種吧 它的奶的系列我都強推 它這個真的很厲害齁 它這個真的很強 真的很強 好啦我們這邊等 我們等一下再去拍第三間是那個阿玉壽司 它是一個熟悉的味道 但是又比那個熟悉的味道 再濃 再更濃 對更強 對 我們自己個人來評論的話 我第一名我會給奶茶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紅韻紅茶 瓦吉的話我個人是覺得 還OK 可是因為可能我是北部人 所以我比較喜歡吃皮比較厚的 比較Q的 它這個是主要是在吃料 可是我比較喜歡吃這邊的口味 喔 好吧那這個各有所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去拍阿玉壽司給大家看 我們到第四間了 阿玉壽司 永遠都是在排隊的人潮 它感覺很像是跟台北的那個什麼 三位食堂加阿婆壽司合在一起的感覺 我們去拍一下看看吧 一個人很喜歡拿去 應該是在排隊的 是有沒有覺得到現在的 然後高麗菜壽司耶 蛋皮龍蝦沙拉 好便宜喔 下壽司這樣子三個才35塊 這位我們買 啊鹵筍沒了 這樣子這麼多壽司 一二三四五的 這個是綜合11種口味 然後這個是干貝醇 再加這個才一百多耶 一百粗耶 一百五、一百六 這樣才一百六超便宜 難怪人那麼多一直在那裡排隊 哎呦 有黃瓜耶 把它刺掉 這還不錯耶 它的醋飯的比例調得剛剛好 不會太酸 但是要剛好的解膩 以這個債格來講就算很好耶 CP值很高耶 然後味噌湯才二十塊 這樣子一個味噌湯 二十塊而已啊 好 可以及格的味噌湯 對 一盒才都有 那一盒如果單純這個口味 好像才三十五到四十五而已 然後這個中和比較貴八十幾塊 那它也有賣生魚片啦 但是我們吃不下 所以就沒點生魚片 算清爽喔 我覺得還算不錯 不過很可惜我要買的那個口味已經沒了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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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